那你車子卡在那裡 對 那你車子卡在那裡 除了台中在稍早的時候 驚喘槍響喔 因為警方在街頭逮捕通緝犯 那可以看到警方跟通緝犯 在路中央僵駛了許久喔 那嫌犯的車輛呢 可以看到他直接卡在了 公車跟林嵐良轎車之間 是被包夾住了 那是在警方連續開了好幾槍之後呢 這名嫌犯才乖乖被捕 那警方逮捕的這名男子 是仁蛇集團的主嫌喔 那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他身穿短褲 被警方從黑色轎車上面壓下來 那可以看到稍早的畫面 台中街頭是上演了這個警匪追逐戰喔 過程中是有非常多的民眾都被嚇到 紛紛往反方向跑 那警方在追捕的過程當中 是一年開了10槍 那9槍是民空 一槍是直接朝著 嫌犯車輛輪胎開槍 最後也是順利的 將這名嫌犯壓制逮捕到案 那詳細是否還有其他的共犯警方 還會在進一步調查釐清 以上是我們最新掌握消息 時間交換捧內